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下一段还是用这个善根回向 都是重复的句子 佛子菩萨摩扎又以诸善根入世回向 又怎么样回向呢 入法界无起性回向 法界无神无起 性如世故 这样回向 入法界根本性回向 入法界自体性回向 入法界无一性回向 入法界无妄施性回向 入法界空无性回向 入法界寂静性回向 入法界无处无性回向 入法界无处所回向 法界没有处所的 没有形象的 入法界无前动性回向 入法界无差别性回向 这词句总说一下吧 一个是法界性啊 不随外头的缘变 法界性不随缘起 可以演变 应和缘 缘能生起吗 法界性不会变化的 不会被缘所钻的 法界性 永远是守自性的 不会不守自性的 不守自性为一切法的根本 不随缘变 就是随缘 法界性 随缘了 法界性不守自性 随缘而演变 但是呢 法界性不是这样子 法界性是 如如不等 就是如来吧 如是体不等意 来呢 是随缘意 但是 如如不是来 如如 如如就是不等了 法界性 没有能意的 也没有所义的 无能所无对待 法界性不会离开如 永远不会离开如 如就是乱 广说如 就如如 敬意的华言就叫如如 如如不等 不离如 一切入法随缘生 原生住法无自性 那个无自性的 就是如性 不动性 无二性 没有能 没有所 就是无性 本来就是寂静的 不随三四钻 三四祝佛呀 随缘意 没有现在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不随三岁 法师说法 要如是说 成就 法师德 所以第一次回向就是法师 说法要如是说 否则 菩萨摩萨 福一法师 一法布师 所有的玄色 所有的开悟 因此 生起一切善根 如是回向 这是 以法供养 布师 做众生的 师父 要怎样回向呢 愿一切众上 成就 菩萨 法师 成为祝福 自所忽念 愿一切众上 做无上 法师 方便担了一切众生 与一切自 愿一切众上 做无曲法师 一切问难 不能成见 什么叫无曲啊 法师被人家屈服了 什么意思呢 问他答不上来了 把他给问住了 这叫无曲 到了这位地 到了十五相的法师 乃至菩萨的地 地实地 地实际的菩萨 这都叫法师位 法师位 任何的问难 一一都能给众生解答 换句话说 莫能穷尽 为难呢 不论问多少 相思法师答不出来的 不可能 叫无曲 愿一种是做无奈的法师 得一些法无奈光明 没有一些障碍 一点障碍都没有 愿一切法师做智障的法师 含长一些智慧 智慧里的含长这无量 散巧演出一些佛法 也就说成就如来 自在法师 自在无奈的意思 散能分别 如来智慧 他也得到如来智慧 说凡夫 佛说凡夫啊 他的智慧 他辩解力 解其佛等 却只说的辩才 智慧的辩才 无奈 他解释道理 能跟佛说说的一样 断货就不行了 断货正真嘛 约教宗上 做入言法术 说入实法不由他教 这解释说 入言不是言 是贱 言是看见的贱 但说贱 入言的 这个法师他的贱 他贱真实相 贱真实法入实 不是从哪学来的 不是谁教他的 不是的 自生的 就是贱 这个贱什么贱呢 会贱 智慧贱 约翼宗上 做一丝佛法的法术 回忆祝佛的佛法 言说都是佛所教授的 入理言说 不为这意 入理呢 称一真法界 称法界性而言说 但是 句 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 一定还能有道理 由不违背道理 即不违背语言 即不违背文义 也不违背道义理 愿一切 众生 做修行 无相道法师 法师说一切法 不捉一切相 一切法无相 道理是菩提道 佛道 同时法师 谁还是无相 还要以妙相而自装严 无相之相 四限一切相 放无量光 善入诸法 善入诸法的义 善入诸法义 一切众生 做大神法素 提神普遍一些果斗 就像咱们念那个 地藏经啊 地藏菩萨 像无量的神云 那叫大神 无量神 大神神无量 提神呢 普遍一些果斗 只要有众生 就有菩萨的法师现身 行大法云 语助佛法 说法 人家说 护法障的法师 见无声窗 护助佛法 佛法是内护啊 法师 演说助法 就是护此佛法 令佛法 容不断灭 要有毁坏佛法的 破灭佛法的 那法师 他就 以身而护法 以助佛法 他说法 就像下雨那一样的 一个普遍性 一个没有数量的 愿重上 作护法障 法师 见圣 福 圣 护助佛法 床是催灭 冤敌的 形容着 催灭 冤敌 一切冤敌破灰 佛法的 那法师 护此佛法 令正法 久坐 无所缺减 愿重上 做一切法日 法师 把佛法 像太阳光一样 普遍的照耀 同时法师 要得不耐的辩才 散巧 说一切法 愿重上 做妙音 方便法师 妙音 妙是不可思议了 音 音声不可思议 能方便散巧 在咱们讲方便度的时候 前头讲方便度 度一些众生 随缘说法 众生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音声 法师就演讲什么音声 喜欢什么语言 法师就演讲什么语言 散说无边 法界之障 佛法呀 含长着 像法界那么广 那么深 愿重上 做法 做道 道笔 愿重上做道 法笔难法色 法 能可以 以法 能可以让你达到 无生灭难 现在咱们生灭此难 到无生灭的避难 这以什么呢 以法的智慧 法的智慧就是神统 神统是开显 正法延藏 第二次 人家中 难住 正法的法师 演说 入来究竟的智慧 凡是法师 演说的 都要以 佛的智慧为本 达到 佛的智慧 所说的法 让一切众生 都能进入 误入 佛的智慧 第二次 了达 诸法 法三 能说无量无尽的功德 了达诸法 了达诸法的性 了达诸法的像 了达诸法的义 了达诸法的文具演说 你看 文化者 能得到无量无尽的功德 你看这种上 做不框世间的法师 不要欺骗世间 说真实性 但是 能以方便散巧 领入实际 方便的目的 令他达入实际 实际呢 实际理地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大乘请信书来讲的 让一切众上 从心生命 进入心真如 一个生灭 一个不生灭 真如是不生灭 一心二门 就是一个心 养切众生 回归自己 本来的佛性 养切众生 做破住魔众的法师 破魔险正 这法师都实际菩萨了 不是一般的法师啊 不是凡夫 也不是一般的圣人的法师 但是得觉到啊 你得觉着到 什么是魔啊 咱们一心里一说魔 就想到魔鬼去了 想到外边的冤亲了 想到不是那个 魔是你自己起的 如果学过环境就知道 五蕴 色寿 祥兴 咱们是五蕴所合成的 每一蕴有十种魔 叫五十种蕴魔 说在你修道的时候 这个魔障都出现 阻奈你的道业 那法师说法的时候 专门破这个蕴魔 这内魔 这不是外头来的 不是咱们见到什么鬼神了 妖魔鬼怪了 不是 凡是有很多 业障发现 就是业障发现 这叫水业发现 是运魔 但是我一般理解了 外相 说魔业了 然后鬼神找到了 没有这个事 说菩萨的 他能觉知 善能觉知 他说法 破众生的五蕴魔 当你功力一到了 行星到了 蕴魔就显现了 这种道理很多了 特别是说法的法师 世间的法师 说和将军将军 眼睛看不见了 好像是魔呀 有的跟说 说那个魔呀 拿手把经上都给你盖住了 看不见了 不是的 是自己的运 就根 根生起魔障 魔障 那我们一般说是病态 病态 在我们教义说 就是障 无蕴障 所以 做破魔 的法师 这得到地上菩萨 善能觉知一些魔业 什么叫魔业 魔所做的事业 无蕴所献上的 所献的业 人普通说业障 什么业障啊 无蕴所产生的 也就是做祝佛所奢寿的法师 为祝佛所奢寿 祝佛所奢寿的 就是祝佛所奢寿 奢寿是你说法的 你看一切众生 都能够做佛所奢寿的 受给你的法 要你说 要说法的时候 离我 我说 这咱们的法相分别说话 我八十心 第七个 就是我知 我见 我所 是心所发 有五十一个 我所有的 归我所有的 那就是我的 我说 我地这个 我地那个 我的右提 我的眼睛 我的脑子 都是我地 那就是所 不是心 八十就心 懂得这个道理了 离开说法是 要离开我 我所 先有没有达到我之 我所 就是一般的法 有时候说 就法之 那么 奢寿之心 离开我所 我 离开我 我所 这个心 奢寿 一些众生 祝佛也就是奢寿 奢寿 这个位的 十回向法师位的 要一些众生 做难闻 一些世间的法师 是世间难闻 没有烦乱 给众生做难闻 让众生有难闻想 成就菩萨 说法的愿力 这十种 说 说法的菩萨 他发愿力 与众生的时候 有这十种愿力 说这种愿力 叫愿力 就是发愿的时候 度去众生的时候 让众生都能得救 菩萨 莫萨 浮予助善根 入世 回向 所谓 不予取作业故 回向 所做的事 不执着 这不是善 不是那业 菩萨行菩萨道 所做一些的业 度众生一些 不取作 不作 这就是 无我向 无能向 无众生业 我说这些 终日度众生 不见众生相 就是不取作业 业必干果 干的果呢 就叫报 业是业容 业必干果 不取作业 那业所干的果报呢 那也不取作 不予取作报 回向 不予取作报过回向 说法 说法力众生 要得到大报 要是承道了 或者 人家供养了 富贵了 什么都 都含到里头了 那叫执作 不要取 不取作 还有这些个业报 从哪生的 心生的 不取作 心故回向 心有哪生的 心有法生的 不取作 法故回向 法是什么 法是些四 这是四法界说的 不取作四 四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 前都讲的 业 又回来了 不足因 因必干果 也不取作 也不取作果 不取作语言 不取作音声 不取作名句 不取作文神 说法必备的 咱这本子叫文句文神 一句话 一段文 本身这一本 这叫神 这叫神 但是还有语言 语言必须得发出音声 因此这一切都不执作 不作 这就是无作无妨 回向是否 心里都不要有一个 我在这念经给众生回向 这叫执作 执作回向的回向 无作不取作回向 不取作回向而回向 这个是很深的了 这个咱们现在还做不到了 咱们回向还没做好 不取作更办不到了 回向就是 把我们所做的事 向利益众生 让众生得到好处 或者向我的妈妈 或者向我的爸爸 我的时候念经 把我念经功德给给他 就是回来给他 这就回向的意思了 现在母所做一切事业 菩萨利益众生所说事业 回向成佛 这连这个回向 一执作 有妨了 有作了 有作有妨不屑妥 现在菩萨到回向 为了菩萨 他回向不执作 没有执作 每个人念 普贤后人篇 大家都念嘛 带众生苦回向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一些众生苦难 都寄中我一身上 我愿意替他们带 我愿意替他受 这样回向给众生 假使说菩萨有众生像 那他带不了 菩萨是无众生像而回向的 就是在像上 不许执着 不执着 同时呢 不以取作利益 众生过回向 我这个回向 众生得到利益了 有这个念头 这回向不成了 就不符合于 华言识回向的回向 否则菩萨摩克萨 福以善根入世回向 所外不如单做色境界 故回向 不单做生相未处 发境界回向 不如散生相未处发的 境界向来回向 不为求生天故回向 不为求欲乐故回向 不为着欲境界故回向 不为求眷属故回向 不为求自在故回向 不为求生死乐故回向 不为求着生死故回向 不为乐住有故回向 不为求和和乐故回向 不为求求可乐 不为求可乐著处故回向 不为独害 回独害心故回向 这个说一下 回独害心 回向不是真客的 回向要脑海众生 脑海众生 这有个故事了 故事了 秦良国是讲的一个龙的故事了 这一段呢 就是一切不要执着 这是世间相 人在世间吗 菩萨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杜众生 杜众生说 不坏宋生的相 不坏散根故回向 不以三界故回向 不作住禅泄脱三昧故回向 不住身温脾之佛城故回向 这一共举了十五件烦恼事 这些都是烦恼 烦恼的行为 在烦恼的上 不起执着 就是不成烦恼 对陷阱界 转化他 就是先回向 不为景转 而能转景 也不求果报 不求来自 也不求小乘的行为 也不求正小乘的果 这里头说的有很多是小乘的果文事 那么 行了 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有一个小三民 跟他师父 他师父正在俄罗汉果了 因为这个俄罗汉住的这个地方啊 跟这龙宫很近 跟龙子很近 每到吃饭的时候 龙王就请俄罗汉 到他宫里去 到龙宫里去 受食 那小三民是没份儿的了 那他是凡夫啊 没有正果 每次龙王请司犯的时候呢 都没有他 他就生了烦恼了 他生了 生了嫉妒心了 他想 龙宫道是什么样子 怎么能去得了呢 有一天 到中午时候 有到龙王啊 邀请他师父来吃饭的时候 这小三民 带他师父坐床的床下 掩枪起来 抱着一个床的脚 他师父不知道啊 龙王也不知道啊 就不得请到龙宫去了 到了龙宫了 那小三民 当然他是凡人了 他闻到那个味儿啊 龙宫所供应的饮食啊 他感觉太香了 当然人家没有了 没有了 他生了毒怨了 另外呢 他看见龙女啊 龙女视线跟凡人是一样的了 他生了耐严心了 但是办不当啊 完了师父 那突然间 那他这个 被这个发现了 龙王发现了 龙王发现了 他就是 把他 这个龙王把他就为 把他心里所养的 龙王使个神童 让他这个脑口痛 让他头痛 让他头痛啊 让他 忏悔 让他出去 再不许这样来 那后来他随着师父回去之后 他就愤怒的不得了 他把他所有的怨力 多生的善根 怨化为龙 他发现又化为龙 那他就化为龙了 本人还是很龙猛的龙 他要到这个 到这个词边呢 以他这个化现了 他身里 他这个三密身呢 就变成龙神 就到了龙宫去了 把龙王就给杀了 霸占龙宫了 那他就剁了龙神 这一段故事了 一段故事 什么故事 这故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撒米 怀恨 独恨的心 来回向 把他所有的 历来功德 做撒米的功德 都回向 怨化为龙 怨力就达到了 这样就堕落了 下午没有解释 下午没有解释 同时呢 他还心云不语 降冰雹 把很多的寺院 给毁坏了 那这个当地的国王 是佛教的 佛教的弟子 他又把这个撒米 变为龙所毁坏的 这个寺庙啊 又重新修复 他就出个昭告 谁要能把这个龙给降服了 封他的很大的大官 但是 这个龙啊 在这个时间 他知道他做错了 他向他师父回过 回过说 我以后再不做那了 但是 我现在这个身啊 是龙性了 是龙神了 但是 我说毒性啊 还有发 那请师父来救我 他说师父说 我怎么救你呢 说我假使一些乐心呢 我那个瓷里头啊 龙瓷里头就出来黑云彩 说弟子啊 起了乐心了 那师父怎么救我 靠宗 一靠宗啊 宗生一想 我就知道了 闻到宗生 咱们说闻宗生 烦恼经吗 他一闻到宗生 烦恼的怨了就降下去了 完了呢 请他师父给念 那么波和波罗波罗密 你念 波和波罗密呢 他那乐心死了 智慧心就生了 是吧 是念 吉庆宗 念 波和波罗密 这一段故事 这一段故事啊 就是 怎么样消互他的毒 一个贪 龙女的色 一个是 嗔恨杀死龙昂 一个嗔 一个贪 贪嗔都犯了 靠着他师父的宗生 给他念 波和波罗密 那这段的意思呢 形容着 说是 烦恼啊 每位众生都具足烦恼的 要想护出众生的烦恼 让他不烦恼 当休回想 当休回想 第一个对陷阱 现实警戒项 现实警戒项 那你要 常识观照 等你每天所做的 现实警戒项 常识观照 不要执着 不要求取得 因为一执着 一取得 你叫迷了 迷了就要受这个报 讲这段故事 叫郑国门 那目的呢 单位教化 调伏一些众生故 回向 其实为调伏 教化众生 这种发的回向愿 单位 盛满一些字字 究竟称佛 单位得到无奈自顾 回向 单位得无奈清静 善根 故回向 单位领结重伤 超出生死 故回向 这一段呢 从大回来 怎么就回来呢 回向 人间 回向二臣 让一些都得到清静 所以 讲这个故事 说众生的心 随时起烦恼 回向 要教化 怎么样调伏众生 因为为了调伏众生故 所以才给众生 回向 因为要成满 让一些众生 都能成佛 才回向 因为让一些众生 都能得到无奈自 得到清静 无奈的善根 能够超出生死 正大智慧 所以才入世 说回向 愿 为了大补体心 像金刚不坏的时候 为了众生 成就大补体 入世回向 单位成就 究竟不死法 只有佛教授的法中 有不死法 这个不死法 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寿命 长寿 永远不死了 不是的 是得涅槃乐 就是不死法 但有无量庄严 庄严的是佛种性 四线一些字 所以才回向 这是回向的原因 为什么要修回向愿 因为为了这些 同时求菩萨 明一切法 有一切法明 就是在一切法上 有智慧 有大神通字 有般若字 是求菩萨的波若字 求大神通字 这样是回向 回向的目的 单位于 但是分开来说 有入世诸多的回向 目的呢 就是尽未来解 经过长远长远的时候 度脱众生 养世诸多能达到一些自治 所以菩萨啊 荣布修行 四线一些自地 无奈光明 永远不断地回向 就是总来解释一下 回向的意义 回向干什么 回向就有这么多道理 所以 光说是善根回向啊 有时候众生理解不到 所以说 应该向实际 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向众生 就是我们回向的目的 让众生得度 让众生都能趋向菩提 发菩提心 行菩提道 正菩提果 同时要想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正菩提果 那你别犯错误啊 不要起贪真词啊 那回向给众生 让他离过 离过 要把这样子达到了 众生就能得到好处了 得到遗处 福子 菩萨摩萨 以比善根回向 以入室的心回向 所谓 以本性 平等心回向 本性呢 就是自己心里足足的 这个法性啊 就是我们每位道友 所居住的真心 这个真心是平等的 以祝福平等 以众生也平等 平等心回向 以一切众生无量 众生无量 把它看成了平等平等 众生跟我平等平等 无量的众生 跟我平等平等 以这个心 来给众生回向 以无真平等心 对正生啊 不要跟他争 不要争 无争就不要见众生过 那看众生 就是错误 你想跟众生 说道理 说菩提道理啊 说不清楚啊 众生他不了解 菩提道理啊 说无真 这个平等心 来给众生回向 以众生 以自性 无所欠 就不起念了 因为众生 不要动妄念 不要起念 自性里头 没有妄念 以自性的 平等平等心 回向 并不是 我很高 我有道了 我的修行 给众生回向 这就不平等了 众生跟我平等平等 以平等心 给他回向 以这做法 无烂心回向 佛所教授 我们的做法 不会摇乱众生的 他所教授的 教授的做法 让众生都定 不要乱 有无烂心 说无烂心的 以这个法 给他回向 以入三世 平等心 回向 没有过去 现在 无来 三世 平等 众生 平等 以出生 三世 祝福 中心 先回向 在三世 在三世 过去 过去 佛 现在 未来 佛 一切 祝福 就佛 中心 心 产生的 生的 祝福 中心 以此心 来回向 以得 不退时的 神通 心 回向 这个 不对心 神通 是大菩萨的 不是二层的 有限的神通 大菩萨 他的神通 无限量 无量 你这个神通心 那个想 神 是自然的心 通 没有障碍 不但没到 乐法的障碍 散法的障碍 也没有 散乐都是障 这个神通 不退 但是这得说清楚 当你居住 乐业的时候 那你散 才能对着 乐呀 这么繁复景地 散乐是分明的呀 像佛法 像觉悟的法 就是散 像明 迷思的法 摊成词 四间 警戒相 就是乐呀 赶紧到一定程度了 散乐不分了 那是 大菩萨 神通力 你生成 一些自行 以这个心 要一些自的行为 以至做一些自的行为的心 来回向 这个性啊 讲的是 本性的不变性 随缘了 本性的不变的性 随众生缘 这叫随缘性 一随缘了 这个缘当中 就有分量了 有散乐了 有争了 有四了 有礼了 但是他自性还没归位 自性还是如实 要懂得这个 依着这个 这个心 来起点 来起点 这个心叫什么心 叫一切自行心 一切自的心 所做的 都是智慧所做的 以这个心来回向 因为为了一些众生 融离去地狱 过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不如出生去 过回向 这就普通了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 为了一些众生 不如做不往 言罗王储 过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除灭一些 战道法 过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满足一些 善根 过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随时转法轮 令一些众生 欢喜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入实轮 实力轮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满足了菩萨 无边情境 法院 故回向 这实力轮 那就是佛的实力 这个名词 将来单定 给大家说 为了一些众生 随顺 善之神 菩提心气 菩提心 就是说你这个善根 是成菩提心的器皿 换句话 是法器 得满足过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受自信心 甚深的佛法 得一些佛的智慧光明 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修住菩萨 无障碍心 常现前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常见诸佛 现前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清静 法光明 常现前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无畏大菩提心 常现前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菩萨 不思一致 常现前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普救后众生 令清静的大悲心 常现前 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也不可说不可说 圣庙庄严聚 庄严一切祝福 常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催灭一切 魔斗争 罗网夜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与一切佛畅 皆无所义 修菩萨心故回向 为了一些众生 发起总自信 入些佛法 广大门故回向 这一段都说 这回向 学说回向业 就是 圆满摧腐一些烦恼 你那个无畏的菩提心 在生死长流当中 没有畏惧 见众生难度 不生难度想 对佛法的万恒祈求 不生难修想 因此 说菩萨在这个 磨炼菩萨的 菩提心的时候 度众生的时候 能够入佛法的 广大门 是一些众生 度入佛法广广大门 入世的回向而回向 今天讲到这里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读诵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鬼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指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举办公颂佛说42章经 佛前大贡 点灯 贡水 护生 即甘露诗时 日期11月27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 下午2点 恭送药诗经 恭请战山法师 主法领重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86-5号 洽询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建 请事先报名参加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意 公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弟子规学习班招生 开课日期12月7日起 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意 共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前世对人恭敬 今生身形高大 感恩公子送阿妈回来 公子啊 真谢谢 今生身形高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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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